59级的暖心少年 梦幻正能量59级拉出来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啊 交朋友的比较多 每天打的字啊 比打的怪都多 母修全满辅助技能大多数都是100啊 159级不涉及到融会贯通 天宫门派全能有魔有血耐有力啊 他是以力为主带了一把无级别啊 无级别上的 而且还在永不磨损 握了个岔 擦大哥 像59级能用的简易最好的就是400 69级能用的最好的简易就是480 看他的90级100级的武器是646除以3 再加上355啊 570啊 就是怎么说也比简易好太多了啊 然后还在永不磨损 100的珍珠虽然不贵 但是很舒服 哎哟我去 这套小逆琳 骚气啊 很骚气 水清永不磨损 加简易 骚气 衣服无级别永不磨损 加耐 骚气 鞋子破血狂空 永不磨损 加简易 骚气啊 哎我去 老板妮太有味道了 下次下次要是送死没有你 我都不去啊 木属啊 擦大哥 这59级人家好玩的啊 你别管人家等级 这个好玩的就是一个叔父啊 就是感觉全身上下起码来讲以后珍珠是不用干了 没啥事 伤口就储怪就完事了 除了打字还能打怪啊 这59级没毛病啊 玩的很精致 很精品 水清加简易加布膜 破血简易加布膜 愤怒简易啊 加布膜啊 全身的特效一搭配就感觉特别的舒服 玩起来啊 都感觉啊 每一个细胞都爽 卧槽 初期家善 初期家虚迷的风博 个性丑 我愿称你为小王蟹啊 你叫土蟹吧 比王只差了一点 龙游 小龙女 卧槽 他的东西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 就是一上来就把钱拿钱给你压死的 但是他是细节到极致的 虚迷带初期 连扇带龙游啊 当他的速度 攻击速度够快的时候 比怪快时都是每回合加10%啊 这个 这个 他都是有钱 让你买不到的装备 他需要用心的一点点寻找 一点点发现 这个号非常的认可啊 叫木槽啊 这个大哥很溜 而且宝宝没有同样的造型 下一个天兵 一点二八五的成长 一千六百五十五的工资啊 六十九级的宝宝用起来攻击一千六 下一只狐狸精 带三恶 极限资质 僵尸 发技能连扇 这个号是不打PK的啊 因为他完全没有在五十九级现有的体系和套路里啊 就是一个自己 玩的啊 这个号玩起来不是很贵 但是大家玩起来都是很佩服的感觉